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8月30日 《立场新闻》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案 昨天宣判 法官郭伟健裁定两名被告 前总编辑钟沛权 前处任总编辑林兆彤 以及《立场所属公司》聚成 9月底会宣判 《立场案》是回归后 手中传媒机构和总编辑 刊登报道和评论文章 被控煽动案件 对媒体的编采准则和日常做法 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 都有重大和深怨的影响 《立场案》与2019反修例风暴有莫大关系 这场风暴演变成社运政治动荡 有涉及煽动案件 之前已经经过司法程序 也已经有被入罪的案件 从这些案件相关的法官对煽动 对当时的冲突那件事 请当时的社会背景等等的说法去分析的话 《立场案》的裁决 并不让人感到议案 《立场案》导致机构停运 接着有骨牌效应 一些独立的网媒萎缩 新闻言论多元性多样性已经严重削弱 裁决结果和判决内容 无论你同不同意也好 喜不喜欢也好 客观效果是会令到传媒发布 报道和评论 犯法的风险增加 自我审查 恶化 难以避免 法官的判词对案件发生时的背景 就作了一些很详细的分析 对《立场》这个机构的定性 文章内容的解读 有点很仔细 最后他裁定其中11篇就据煽动意图 在判词的结议上就这样写 他说控方在无合理 疑点之下证明3名被告串谋 发布和复制煽动的刊物 本席裁定3名被告罪名成立 法官郭卫健在判词中解释 他裁决的理据 接着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也这么说 说特区尊重和重视新闻自由 并不是说不可以批评政府 但要视乎批评的目的 所谓意图 郭卫健在判词他用了一些篇幅就这么说 他就说就煽动罪而言发布 涉案文章的时代背景是不可或缺的考虑因素 不可或缺的因素 就说并需考虑该期间公众是否容易受到煽动 进行й了 就是不可欠造的 Which doesn't require us to put a dead 而言之 那个动物 我们所谓的 会做的 就是跟着 insightful 各 rules 和社会 也有 Heart 真的 去考慮煽動時不可或缺的因素 所以郭偉健認為 傳媒發布文章需要考慮這些所謂時代背景 公眾是否容易受到煽動 傳媒明白社會 譬如一些很極端的情況 處於戰爭狀況的話 他的採訪、報導、發布什麼文章 或者需要特別考慮 甚至可能有一些特別的法例 緊急法例之類的事情要跟進 但是所謂民粹時代 或者國官所謂不願尋找真相的年代 究竟是在說什麼呢 這個是帶主觀的判斷 你問不同的人 什麼叫民粹時代 年代可能都有很不同的說法 很難去界定 怎樣去判斷發布某些文章 可能會煽動公眾呢 社會存在不同的意見 傳媒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給不同的聲音 包括批評政府、支持政府、反對政府 政策的一些言論 透過媒體的平台 傳達到公眾 讓他們知道有些觀點 可以做一些公開的討論、辯論 透過討論 將分歧縮小 建立共識 如果傳媒審查某些言論 有些聲音被壓抑 這個其實是不離社會穩定和和諧 假如這樣說 香港處於民粹年代 傳媒發布文章需要特別的考慮 現在香港 由亂及志進入 由志及興的年代 那麼傳媒發布訊息 是不是又有不同的要求呢 又需要做一些什麼的考慮呢 香港正處於一個 柔志及興的年代 那麼公眾是否容易 或者其實是不容易受到煽動呢 由誰界定香港處於什麼年代呢 香港新聞界秉持的一個準則 是所謂意見大可自由 事實不容歪曲 這個也是香港言論自由的準則 意見內容和表達形式大可自由 宣洩式的謾罵也可以 用詞尖銳一點 嘲諷一點 或者隱晦一點 其實都是屬於意見大可自由 都可以視為不同的表達方式 但是一旦被指引致他人憎恨 他人滅視或者叛離的話 違法的風險很明顯是會增加 善情是一種風格 沒有什麼所謂違法 法例裡面沒有說禁止善情 但善情並不等於煽動 案中裡面有一些文章被指 具煽動意圖 究竟是不是屬於煽動性 相信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 對一些字眼 甚至理解都可能不同 中林兩人被指明知刊物 具這個煽動意圖 仍然妄顧後果發佈刊物 因此聚成 兩人被裁定在無合理疑點之下 其實意思就是明知故法 我相信不少的新聞工作者 無法理解所謂無合理疑點之下 明知故法 新聞工作者被形容是 無免皇帝這個說法 其實早已不合時而下 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 人人要守法 記者沒有免死金牌 記者的工作動撤動一些權貴利益 這樣的時代之下 更加需要醒醒定定的手法 傳媒要有效 發揮這個第四權功能的話 必須要有公信力 新聞組織、傳媒機構 其實都各自訂立了一些專業的守則 自我監督 公眾也都可以監督 無需要過去一段時間 其實也沒有再提話 要怎樣有些新的立法 去規管傳媒 選新聞那些都已經說不搞了 暫時 發佈刊物 煽動刊物這個條例 是屬於殖民地年代的法例 70年代之後 就已經沒有再被引用 97回歸 殖民地年代就正式告終 但是這條法例就保留了 去到23條立法的時候 還加重了一些煽動意圖罪的刑罰 立場案的裁決 令到時事評論的風險再增加 意見表達的自由度大減 新聞工作者的工作環境更加艱險 更加需要有堅持信念的記者 正如鍾佩權在《陳情書》裡 信裡面這樣說 預實紀錄和報導他們的故事和思想 是新聞工作者不可逃避的責任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聽 我相信環境艱難 其實是更加需要平靜冷靜 積極去面對 週末希望大家過得愉快 多謝大家的收聽和繼續支持 拜拜